疫情期间宅在家救台湾成为全民口号 日前艺人小马妮子军就在脸书晒出居家运动的影片 用自主训练的方式维持生活步调 鼓励民众非必要不一定要外出运动 在家也可以训练体能 还能和家人一起成为生活润滑体 如果说家里面与其大家都等着被别人叫起来 还不如自己就先带头先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原则就是爱人如己 你家里可能一家五口四口五口 你可能没有办法叫做动全部人 可是一个人变得比较好 就有可能影响到另外一个人 必须要有好的体力才能够应付接下来的日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会多长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体力各方面都搞好的话 我觉得人很容易就怠惰了 就懒散 在家抱汗的方法不一定要跳得很激烈 也有许多静态运动的选择 台北市珍爱健康协会 去年就有因因疫情而制作的健康拉伸操 借由拉伸带 不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 最重要的是它很安静 有氧运动 难免会有这样子跑跑跳跳的状况 我有发现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在打仗 然后甚至邻居都会抗议 就是说楼上的小孩子很吵 蹦蹦跳跳的 协会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健康拉伸操 那是一套做淋巴伸承的这些伸展 所以假设这个淋巴伸承伸展伸展的好 它可以疏通整个淋巴系统 频道中还有搭配师哥的有氧舞蹈 最新影片近期陆续上架 让运动在防疫期间不中断 最后欢迎观众点选 GOOTV网路台江一村教练的运动套装课程 以安全的动作为设计要点 邀请运动初学者在家也要顾健康 GOO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